那今天呢为了让大家更好的新场比赛 我们也是在现场邀请到了前国安队的著名球员 王长庆和我们共同来分析和欣赏这场比赛 长先生你好 魏老师好 电视线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我相信呢在北京一定有不计其数的球迷们 守候在电视机前来关注着这一场绝对的焦点 那国安队这场比赛的首发阵容和上一场亚冠联赛的首发阵容 相比又做出了不少的调整 商与付出的张希德相信是大家非常期待的一名球员 而李可回归到首发阵容 李磊回归到首发阵容 这都是对我们三条线阵容毫无疑问的补强 对应该说这套阵容是应该是现在中国国安来说 那基本上应该是最强阵容了 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来自新西兰的国际级裁判 马修康格 马修康格曾经执法过20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 是新西兰的非常优秀的裁判 而在上个赛季他曾经两次执法过北京中和国安的比赛 一次是我们在客场0比2输给河南那一场非常令人郁闷的比赛 那另外一场就是我们在济南2比2战胜山东鲁能 那场足协杯夺冠的最终决定之战 我相信这个面孔可能会给国安球迷留下很多深刻的印象 但是毕竟两场比赛我们都其实没赢球在那执法的比赛 所以这个印象是否美好 我们姑且就把足协杯冠军当作一个美好的回忆 对 也希望马修康格能够我们带来好运 对 北京中和国安队的主教练 德国人罗杰施密特 在他的执教的生涯当中 在国安队的两年多的时间里呢 他和现在屏幕上出现的佩雷拉上海上岗队的主教练 已经在中超的和足协杯的赛场上 以及超级杯的赛场上总共有五次的交手 这五次交手 施密特赢了前两次 但是最近三次都输给了佩雷拉的上海上岗 对 应该说两个队这种相互的战绩啊 应该说可能中和国安还稍有优势 但是基本上平分球色 对 非常接近的两支球队 在最近这两位教练执教的这两支球队的五次交手当中呢 其实双方要么打平胜负 其实也是在一个球之间 上个赛季我们在联赛当中呢 客场击败上岗 主场输给了上岗 但是在足协杯的比赛当中两回合 最后通过加速赛和点球 才淘汰了上海上岗 才有了我们最终问鼎决赛的非常关键的一步 所以无论在什么样的这个战线上 这两支球队的交手 一定都是非常经典的对决 对 应该说从 自从前几轮吧 客场挑战恒大以来 我觉得这场球应该是 今年联赛含金量比较高的 而今天呢也算是天空作美 其实从昨天晚上开始 上海就一直在下雨 本来天气预报说呢 今天是暴雨转大雨的一个节节奏啊 但是在就在比赛开始之前不到一个小时 雨停了 对雨停了 而且自己我自己在朋友圈啊 还还还说应该是连续的联赛啊 第四个雨球了 应该是没想到啊 比赛之前雨停了 嗯 好 现在比赛已经正式开始了 双红色比赛 主场作战的上海上岗队呢 他们在上半时的比赛当中 是从电视屏幕的左侧向右侧来攻 而北京中国官队客场作战 还是穿着传统的绿色比赛服 奥古斯多的做球 来看看张希哲 张希哲把球传给张雨宁 张雨宁这个球接球之前 处在越位的位置上 越位回拿球 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马修康格 而裁判组的其他成员 全部都是我们本土的裁判员 第一助理是曹靖 第二助理是马修 视频助理赛判员员是王靖 国际级赛判员 好 非常漂亮的远路配合 小心 注意传终 张魏 张魏的速度啊 显然不是他的优势 这个球是回来补防的 李可破坏了一下 上海上岗 今天应该还是排出了一个三中卫的一个布阵啊 张魏这个球啊 其实他这个领球的线路再稍微直一点 也许国安队球员就没有机会破坏 对 而且他这球连停带带的时候 我觉得收费距离有点长 对 国安队的常任队长是于大宝 上个赛季也是五月份 正是在这块场地上 国安队实现了对上岗的逆转 在先是一球的情况下 凭借着调传和巴坎布连入两球 逆转上海上岗取得了非常重要的一场胜利 而在足球杯淘汰赛的第二回合的比赛当中 国安队带着2比1的领先优势来到客场 虽然是丢了两个球 场面很被动 但是比埃拉就在全队体能耗尽 几乎无计可施的情况下 罚进了一键绝美认一球 把比赛拖入到加时赛 最终通过点球决战淘汰上海上岗 都是惊心动魄的比赛 对 也正是因为这一粒金子般的入球 最后我们去年才捧起了 这个连足球杯的冠军 对 现在这场比赛呢 也可以说是2018赛季足球杯冠军 这一下应该是不轻啊 这个冲撞太鲁莽了 哦 这一下太鲁莽了 杨世元直接顶到了西哲的后脑勺上 西哲躺在地上以后重重的垂地 因为西哲根本没有准备啊 杨世元是正面 首先他正面头骨会硬一点 而且他知道会有相撞 西哲是完全在不知道的情况下 被撞得比一下 对 因为西哲当时是背身 确实啊 这个动作也非常危险 杨世元今天的首发多少是有一点意外的 其实在中场的这个防守位置上 还应该有别的选择 也许是因为乎尔克回到了首发这种当中 所以还买多幅没有办法拿首发 这是由于万元名额的限制 汽车这一下可能真是伤得不轻 我们来看一看双方首发这种的情况 北京国安队的首发的守门员呢 是走得海后方线上呢 是余大宝金敏哉来搭档中后卫 那在右后卫的位置上呢 是27号王刚继续单岗首发 在左后卫的位置上和亚光联赛不同的是李磊回到了首发的位置 因为在客场六复合的比赛当中李磊是首发成赛 那么持中国张希哲 在这场比赛当中连被首发离可 也是出现在后腰的位置上 希哲这下肯定是装得不轻 对因为毕竟希哲这个动作是背的 对 而且应该是他装的杨世元应该是相对来说 投球最硬的地方 对 强确以你的经验 希哲应该 不会有大问题吧 我感觉应该是问题不大啊 但是也肯定是非常疼 好 两个人还是友好的拉了一下手啊 就从这个动作呢 虽然我不愿意看到这样的动作 但是从这个动作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场比赛一定是可行四箭的比赛 而且刚才希哲刚刚被允许进场以后呢 就完成了一个穿当过人 就说明啊脑袋还比较清楚 没事 至少看上去表现上应该不至于脑震荡 而且我们今天看啊中场那个派上杨世元来做中场的一种拦截防守 我觉得最主要的可能就是对于我们这个前腰位置的核心球员一种定方 对 你从后防线的人员来看呢 应该上海上岗变化是不大 我正把国安队的手法正式介绍完 三个中场 呃 池中国李可 张希哲 那么呃 我们还可以看到奥古斯托比埃拉 这是两个在进攻线上更靠前的中场球员 而张玉宁 是打到封线的单箭头 这个是不是可以把这个阵型推结为一个四三二一 是吧 有点一个圣诞树的站位 对 是吧 哦 这个边路的突破 埃尔克森 埃尔克森 面对金明哉的防守 李雷 李雷一点回来了 金明哉把埃尔克森逼得无路可退 回传 叉悠康 叉悠康没有接住 这边奥斯卡 注意身后 郭尔克 郭尔克的左脚不能给他机会 对 郭尔克森这个赛季呢 哦 连续打球 还是想寻找自己身份的机会 小心靠近 非常地轻易传终 对 这是金明赛的结尾 好球 这个挑球过人 没有犯规 也没有问题 对 上岗的拼抢是非常的紧凑的 你看杨世元这紧紧地贴着席折 对 再看看这边张玉宁 先拉开宽度 王刚 王刚 王刚想寻求快速下底的机会 嗯 这边很显然呢 由于王刚的特点太过鲜明了 每次球队对着国外之间 都会对他有针对性的护士 对吧 江连运一定会告诉他 左边一位的张卫 你怎么去防王刚 对 而且现在基本上王刚一拿球 想这个边路突破的情况下 后边总有一个保护 对 对 所以既然这样呢 其实对于王刚来说也是给他提出来一个新的课题啊 对 也是希望王刚能够少代球助攻 对 如果真是能够这种空切的话 嗯 我觉得他这种速度 这种特点 可能更能够体现的淋漓尽致 你要是往对方边后卫身后差一米的速度 没有哪个边后卫能追棍 对 其实你就可以取得身位上的优势 到时候再接球 可能就会省事的多 嗯 因为必定代球 要比这种空切要慢的很多 嗯 所以这需要全队有一个共同的思路啊 首先王刚得实现摆脱 然后呢再把球传给他 嗯 非常漂亮 很漂亮的边路配合 奥斯托和张希德两个人试图连续的做呃 敲球配合 给土耳配了啦 上海上岗首发阵容是这样的 首面是严峻林 这是我们的一号国门了 那么在三中卫部阵上呢 28号贺冠在中间 21号余海啊 在左边的盯人中卫上 13号卫阵这个小将是在右边的盯人中卫上 其实上海上岗是没有必要在这场比赛当中 排除有二三球员的 因为有三名球员呢 已经到国奥队报道了 所以他们在U23的这个政策上是可以减免掉三个 也就是根本不用上 但是卫阵依然在首发出场 充分说明这名年轻球员的实力 这在中场呢 我们看到20号杨世元 6号蔡惠康 两边的异位是右边王生朝左边盗位 他就是左脚啊 对 他基本上 从这种右路啊 基本上是回走领线 其民赛 其民赛 其民赛在防守埃尔克森 29岁的巴西前锋 这个赛季呢 他逐渐的找到了在上海上岗比赛的感觉 目前埃尔克森已经打进六球 是上海上岗队内进球最多的球员 看护尔克这个身体非常健座 重型坦克啊 虽然已经32岁 马上33岁了 但是重型坦克的威力还是不简单的 而上岗呢 在前卫线上 除了蔡惠康和洋池园以外 还有奥斯卡 而护尔克和埃尔克森 是顶得进攻线的最前沿 一个三四一二的固阵 其实这两个队的阵势啊 比较像 对啊 只不过胡尔克 可能他是一个 在边路活动多 但是位置更靠前的球员 对他基本上 胡尔克 呃应该是打到自己这个进攻的右路 嗯 也是希望能够 以他那个左脚啊 能够横向攻破 内切射门 这一球奥斯卡 小心 好球 这是余大宝的投球解围 对还没有解备出危险区 对先住二连 就尽量不让他转身就可以 胡尔克 他到这个位置可能就是像船中了 哦 小心 危险危险 挡住他 好的 金鸣哉 金鸣哉第一时间做出了正确的防守反应 这是魏震 在剑区里无人看守的空位上得球 其实他本来可以从容其角 但是金鸣哉第一时间的反应极快啊 化解了一个陷阱 好 但我们看啊 其实中间稍稍有些空 来是奥斯卡来发这个顶尾球 奥斯卡本赛季已经有四次主攻 赫瓦斯卡并列在主攻榜中超主攻榜的第二位 哦 角球质量太高了 这是余大宝 余大宝的前门柱啊 对靠近 余大宝这个判断挺神奇啊 对应该说还是下意识的 我觉得他的前点应该是觉得自己已经争不到了 就没有盲目的向前 而是去防守最危险的线路 只能看这球 连续三次啊 连续三次进区里的险情 应该说上海上干队 呃 这个十分钟的比赛啊 一上来 功德非常猛 对 艾尔克森 霍尔克 卫阵啊 分别都有非常好的破门机会 再看刚才这个 哦 这是余海 余海投球前点后蹭 余大宝发现已经出现防守空位以后 立刻向门里面收了一步 这一步收的太关键 嗯 因为他知道如果是余海向后蹭的话 他基本上也是够不到 所以他只能去防守这个前点最危险的地方 作为一个后卫来说 预判如此的重要 对 当然现在我们已经很自然的把余大宝当成一个后卫来评论了 对吧 其实就在短短半年以前还不会有人这么说 因为他是一个从小到大踢前锋的球员 嗯 而且这些新的国家队会不会征召余大宝为这种主力的中后卫啊 漂亮的直随 奥斯多 张远宁转身 奥斯多 这带着球可能离自己身体太近了 对没法发力 对 所以这一脚只能脚弓推还没法发上足够的力量 所以对于颜峻林来说这个不会构成危险 但是应该说这种配合是值得鼓励的 双方都努力的在尝试进攻 其实这个节奏 这个对于进攻的追求 是我们愿意在中超赛场上看到的 对 因为只有这种节奏 这种进攻才能真正的让球员有真正的提高 对 好球 张远宁转非常漂亮的防守 也是靠提前判断啊 在一周以前 主场对天海的比赛当中呢 张远宁转只踢了半场就受伤离场了 当时他是臀部肌肉出现了拉伤 本来呢说这个伤要休养三周的时间 但是在缺席的一场亚冠之后 施米特教练组 还是把张远宁转排进了这场比赛的手法正中 你要知道他其实只休息了一周 对 而且应该说西哲啊 在这支球队 呃 现在的作用确实是举足轻重 对 漂亮 好球 啊 他们举齐了 这时候 主裁判已经鸣笛 这种球 助理裁判用不用这么着急举齐啊 我看啊 虽然可能越位了 但是这种手术高般的传球啊 就是西哲的特点 就是西哲的特点 再看一下这球是不是越位 哦 没有啊 这个球 上海上岗 左边的中位 应该是于海那个位置上啊 哦对 而且 他的他的位置明显在张远宁更靠近球门的位置上 而且我们现在既然啊 启用这种VR 我觉得这种 呃 这种 不太明显的越位啊 我觉得完全可以 不 先让球现在 对对对 我觉得先让球可以进攻完 你先完成这次进攻 等球进了以后 你认为越位再举齐 让VR来查看 确实越位去求取消 这个是合理的方法 你这样扼杀进攻 对于 对于足球来说 对于比赛来说 就是伤害 对而且我们现在国际足联 呃 新出台的一些政策规定来说 都是为了这种 呃提高这种观赏性 提高这种进攻的可能性 对 来制定的 所以我们一直在扼杀这种进攻 其实对于 真是背道而驰啊 谢谢了 这个 看场地啊 还真是有些湿滑 它太转了 今天这个场地 对 因为这个雨浇了真是一天一夜 嗯 嗯 稍稍有一些放松 对 雨里的集中起来 哦 哦 其实呢 像刚才那个球即便助理裁判举棋主裁判也是可以先不鸣笛了啊 等比赛发展到一个死球状态 然后再看他是不是越位也不止 但主裁判一名比助理裁判 这个视频主理裁判也就没有不可能介入了 哎 啊 看看 刚才那严峻林是意识到自己已经冲到罚球区外了啊 所以没办法拿手接 对 对 靠近他王刚 好的 对 可以 我觉得这就是有效的防守啊 让对手能够 最好是回传 要不然就是横传 这不能让你不往前传 这是非常有效的防守 刚才博文队在中场位置站得非常好 啊 如果要能够过顶非常漂亮 对 就是比安拉的组织啊 好的 李雷 要有一些这样的踢法 要知道这个是强强对话 对而且我们的防守啊 一定要给对手足够的这种压迫 对 好的漂亮的摆脱 哦 其实每个队员的个人能力都非常强 两个队都是这样 哎 所以任何一个细节都不能出错啊 像这种错误是不能犯的 小心奥斯卡 好 余大宝回到位置上 黄刚 干净一点 后场的这种横传球也一定 要小心呢 好球啊 张玉宁 这球不犯规吗 卫阵手上这个动作是不犯规的是吗 但是刚才张玉宁这个拿球转身非常漂亮 对 这说明他已经提前观察 嗯 哦 边路有些空 不能离他这么远 要给些压力 对这种球传起来对于我们球门就是威胁 对而且不能让对手这种随随便便的传中 对 瞄着传中 就是聪明的站位你应该站在一个最合理的距离上 你既不让他有顺利突破的可能性 也不能让他有这个轻轻松松传球的可能性 对 就算可能我们离持球队员稍微有些距离 但是也一定要站住他的传球的线路 对看看别拉别拉别拉 别拉要尽端这个位置 但是张玉宁这个配合的队员呢 应该是在一个一直往远处拉的位置 对因为张玉宁可能看到这个奥古斯托在往里插 对 所以他就没有向里 所以他也是希望能够拉开孔灯 对 这是刚才的任意球快发出来之后呢 早导致了上海上港进去里的一点点混乱 严峻林 贝托尔佩雷拉今年50岁 葡萄牙人 他曾经带领波尔图 拿到个不超的两连弯 对 像这种强强强域 有的时候我们真需要这种前场的定位球的质量再高一些 反强 对 这点要拿住 作为上赛这两项国内重要赛事的冠军球队 两个队确实在每个位置 哎呀 在吃中国 刚才好像普尔克应该挣头球的时候 对 应该撞到了一起 美股是流血了 这样必须得止血才能恢复比赛 刚才看啊 其实那个口子也非常长 对 美股这个地方呢确实是比较脆弱的 你再看是怎么 哦 又是杨士 杨士元 杨士元今天上场是个意外 他上场之后制造的意外也不少 对 机会 老伯斯托 他在找机会 这边李磊再敲回来 哎哎 应该是犯规了 这球犯规了 前场非常好的定位球的位置 对 阿尔克森抢的非常积极啊 在这个动作 他是在没办法出球的情况下 的撞倒老伯斯托 是不是也踩到了 博尔克 这里是拔洗 几几个都是拔洗 你看啊 齿中国现在还没有再上来 齿中国必须得先止血 但是这么大口子的话 是不是场边要马上 光爆炸是不是不行啊 因为现在我们随着 因为足球嘛 有的时候这个美股开 是非常普遍的一现象 所以现在医疗团队 医疗设备现在也是 越来越先进了 现在有的时候美股开了 马上就会有 就跟钉出器似的 嗯 钉上 能够尽快的能够比赛 就是 然后再处理 快速逢针的一个方法 机会 好的点 啊 后点没有没有抢到 应该脚球 对 鱼海 鱼海的针点能力也是相当不错的 张宇宁 这球队的质量非常高 这个点啊非常好 嗯 其实张宇宁跑得很聪明 如果鱼海没有顶那个球加速过来的话 张宇宁是有可能顶到 嗯 还是奥布斯托 奥布斯托也是一个四次的中超联赛的主动 哦 可以啊 啥就去湖顶之处呢 这是李可完成一招凌通的抽射 左脚啊 并不是他的主角 看包扎完毕 不安的客场远征军 今天有大概一千名球迷来到了现场 后方有一点空 把大宝靠近 好的大宝 好的大宝 这个脚下判断太棒 其实后卫就是在这个上一步下一步这之间 做出一个最正确的判断 对 你的水平可能就显示的不一样 就是你被动的时候 首先你要知道你自己的位置 去正确的选位 嗯 然后你主动的时候 就是你上抢的时机 阿尔克森其实已经做出变相 嗯 如果余大宝选的位置合适呢 他没法在变速上去 去寻求变化 对 应该是大宝对他来说 应该是非常正确的防守距离 想直接转身后 这一点要拿 二连 对 继续压迫 对 继续压迫 但是这种传球要小心哪 哦 这个回船做出了失误又是余大宝 还没有完全结尾 对先站好位置 站好位置 看我们的右边后卫的去哪里了 王刚 这个时候王刚的位置为什么会是 就是他在一个完全无效的防守位置上 对 最起码你的防守的宽度必须要有 对 是离可补过去 但是离可其实从自己位置上跑到右边后位位置上 他是时间不够的 他已经晚了 对 对 因为刚才可能是对手上港队连续的这种进攻啊 导致我们后方下有些混乱 但是越这种乱的情况下 首先我们一定要把这种阵型防守的这种层次 对一定要保持好 这球那是吹了张云宁接球之前的犯规 直到位置 别人 反正要切断 跑的 静敏栽 他先推出去 对 安全过度到中场 但是这个球呢有点高棚跳跳 所以停球没停好 这个时候是个危险的时刻啊 这位外线 王刚还是 因为刚才那球 王刚可能助攻上去 但是我想说 你助攻的有的时候 需要这种时机 我们对手看见你的时候 其实往上跑 合适一点 我去中国这个左边眼睛都肿了 去中国在目前 整个中超的抢冠榜上 名列第一 他拥有76次抢冠 危险了 走的海出局 并没有完全控制住这个球 张希哲 张希哲其实已经输出了球 没关系站住 对 好的 好球啊 去中国把球挡出了 把球去 关键时刻的关键 要知道前十段中超联赛 赤中国有两三场比赛都没有首发的 但是还是以76次强转 排在整个中超所有球员的第一位 所以价值可见一半 其实这种个人的数据啊 跟我们集体这种努力 要分不开 对 几乎就是外线 靠近他 这一下呢 确实我们防守还是出现失误 奥斯卡 奥斯卡进球以后非常兴奋 看得出来上岗球员队这场比赛的渴望 场上比分变成了1比0 这是比赛的第28分钟 还是从我们的防线的右路啊 被对手打进来 对 而且这一段啊 我们确实是稍显背部 吃奥斯卡也是从后排插上 应该说今年联赛比赛进行到 这时应该是第11场 对 是我们第一次落后 对 因为之前在联赛赛场上 我们一共只丢过三个球 这个只是我们在今年联赛赛场上 第四个十球 所以之前我们还没有出现过落后的局面 所以这是考验国安队的时刻 况且我们面对的还是如此强大一个对手 我们看啊 其实我们在禁区内的防守人数还是占优的 但是我们推的太往后 就需要顶出来 对 而且之前呢 除了我们在防线上这一条线以外 之前在中场对对手的这个进攻 其实顶的也不够 嗯 才导致这段时间呢 一直在被动 所以接下来对于国安队来说呢 我们可能有很多的不利因素 比分落后 客场作战就是两条 那么如果说第三条的话 就是亚冠加上这场 我们就连续两个客场 嗯远征日本 然后呢 再来到上海 而上海上岛则是在周二和周日 今天这场比赛当中连续都是主场 对 应该说这一点啊 要比这个强太多了 可以旅途的劳顿 王王比你场上消耗的这个体能 可能还要要命 嗯 啊 这下有机会 有机会看看变相 嗯 这下应该是提到 下面出示了黄牌 奥斯卡领到一张黄牌 奥斯卡呢 还不是 蔡惠康 蔡惠康领到一张黄牌 这一下确实 黄牌的突破还是给对手造成了很大的危险 不过蔡惠康这个 其实也不用有这样的动作 对 因为场地比较湿滑 走的是一边向嘛 其实容易就容易摆脱 先上这一球 奥斯多 卡在六马区的这个处境 机会 到里面离来 正在找接应的队员 需要有人接应他 对我们再重新组织 去中国 奥斯多 奥斯多再次打到进去里面 没有人能够碰到 贺冠 在时刻受伤的情况下 贺冠已经成为了后防线上 上海上岗的领袖 在拖后中位的位置上 三中位拖后中位的位置上 来稳定的整条防线 其实您也刚才说了 其实这么多不利的运作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 才是真正的考虑 对 前面十连胜 我们毫无疑问已经创造了历史 而且这个历史还在不断被书写 但是从我们创造的那一天起 其实开启已经是历史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 我们创造的好的东西 变成一种动力 变成一种信心 其实上海上岗呢 在主场的比赛当中 前面已经在联赛这条战线里面 完成了五场的比赛 四胜一负 没有平局 一负呢 是输给了重庆 当然这可能是个偶然的事故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他在主场丢了七个球 托尔克 因为你说 他的防险也不是那么的稳定 对 联赛里他总共丢了八个球 在主场丢了其中的七个 所以在主场的上岗呢 可能还是不会甘心买大巴的 对 对 特别是在这样的比赛当中 所以不用担心上海上岗 在1-0领先之后就不进攻了 所以国安必须得自己 解决自己正常的问题 好着急了 但是我们看啊 我们踢了现在半个多小时了 我们几乎现在两路的船中都没有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进攻的宽度拉开 对 因为你对待这种排名靠前 非常有实力的球队 他的防火就算是丢除多 但是他还是有一定能力的 嘴拉开 阿布斯托自己摆脱自己摆脱连续过掉两个人 最后左脚完成一脚推射 这个连带带射这个动作连接非常快 对 上海上岗四个人对阿布斯托围剿 没有办法阻止他 不过最后呢 因为已经代球陷入到一个非常狭小的空间里 他也没什么太多选择了 你看中间啊 不管是上岗局人还是国安局人都是非常多 但是我们现在两边这块 现在没有宽度 今天在赛前的体育场外 我还遇到了一个巴西的记者 他是巴西国家通讯社的记者 他还向我询问赛后如何联络到采访奥布斯托 其实我相信 无论是奥布斯托 胡尔克还是奥斯卡 这些在中超效率的巴西外援 都是巴西国脚级别的球员 在巴西国内有很高的人气 他们也确实在中超赛场上展现出了 超环脱俗的技术能力 而且是这些高水平的运动员 来到中国踢球以后 我们的中超的影响力 包括我们国家的影响力 都是增加了 小心 就越位了吧 我觉得会不会有个越位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这球没有问题 金明哉非常出色的防守 而且强势无比的防守 但是刚才投球百度 做给杨学员那一下 愿美愿美 好像有点问题 啊 奥斯托的摆脱 老实说现在呢 从开场的这个比较靠前的位置又回撤了 需要在中场增加一些控制 这是他回撤的原因 现在需要 多一些这种转移 其实我觉得 打上岗零比一落后 这应该是我们在赛前战术预案当中能准备到的一定 对 对 因为这样的比赛 你上半场出现落后 这个 一点都不会让我们感到意外 球员和教练组也不应该意外 而且作为一支成熟的球队 对 作为一个是吧 享有这种霸主之心的球队 我觉得 嗯 不管是你领先了还落后了 一定要有形成自己成熟的一种体系 而且上个赛季 我们两次在这块场地比赛 其实比分都是在先落后的情况下来继续进行 其实两场比赛 我们最终都取得了我们自己想要的结果 对吧 联赛是在这里逆转 足球杯在这里进行 所以我们有理由 有足够的信心来面对现在的困难 而且以现在的这种积分从事 我觉得我相信 其实上岗的压力要比国安的压力要大 对 刚才给大家介绍了 积分榜上国安排名第一 上岗排名第二 两个队积分差距是五分 国安队三十分 实战全胜 上岗的是二十五分 对于上岗来说 战略上这场比赛是必须拿三分 看上岗其实也是打这种编路 对 然后多一些这种传终 甚至在这场比赛之前 霍尔克一场亚冠 一轮联赛都没出对 当然确实身体上可能也有些不适 但是我相信 被这场比赛流利准备 也应该是体重应有之一 又是奥克奥斯卡的脚球 场地确实有点失滑 但是这个点还是被于海拿到了 王刚 王刚这一下给了身体 于海顺势倒地 才能推着犯规 他觉得应该这个力量 可能是从身后给出来的 对对 但上半场进行了将近四十分钟 我觉得上岗给我的印象 这种传终的球 最少应该有七八个 这种边路传终 而作为我们来说 在我印象当中 好像真的还是不多 就是今天我们在防守关 两个边路被对手给钳制住 质量非常高 奥克斯特 奥克斯特解围 然后是张希哲 张希哲这个球呢 没有办法转身了 好在呢 邹德海还是接到了这个球 王山超 王山超也已经是三十岁的球员 刚升上中超的那只 那只香港队 我们先拍这个转移 前面确实没有什么人 就是我们4321的阵型呢 就是两个边路的人员 确实是少 就是主要靠两个边路位 阵型宽度 其实是我们这个阵型的短板 但是中场的传导 是我们这个阵型的唱出 所以怎么扬长地段 而且我们的中场全然都有这种传接球的能力 对 但有的时候就需要这种拉开关度 再回到中路 这种空档也会让随着对手这种移动而变大 对 打过来 张希哲没办法抢到第一点 贺冠把球解围出来 第二点还要逼强 不能让胡尔滚全力处理球 二和三 两个人在围角 好球 这是余大宝 他比胡尔克早启动一步啊 看有没有机会突到中间去 你看 我们大家还是集中在中路 对 边路需要一点宽度 奥古斯托摆脱了 奥古斯托 还是左脚的一脚打门 在本赛季中超联赛的各项技术统计上的奥古斯托 这名31岁的中场球员是所有中超球员力高强的好排第二位 而且我今年踢的特别好的场子啊 这两个边位的助攻是非常犀利的 对 挺好的 刚才李可的抢断 包括奥古斯托的摆脱 刚刚上来了 啊 其实 别拉这条线是不是一个更好的传球选择 对应该说 这我们公道其实对手的这种防区啊 其实非常不容易 所以我们处理球的时候一定要更加的小心 不能这么的随意 就是往华球区里传着一下 不管是直C是传中 我们都得做到这个准确率啊 这种传球呢 确实成功率本身就不会太高 但是我们得尽量保证它 又是一味的这种往前C啊 对 而且这种球如果对手断了的话 就直接是对我们来说就是一种反击 如果来来回来去这种两三个回合的话 就是对我们的体能是消耗非常大的 哦 博尔克确实不仅有身体想法也很多啊 刚才这时候处理的神鬼莫测 自己队友也没猜到 对 李磊这儿 对看看能不能转到王刚那边 好球别拉来到中间 这球C直线其实没问题啊 对外围我们还得把第二点抢回来 就拉开 对张雨宁这时候得前插 别拉别拉 快速出球 好不说 整移过来 好了 离可 离可 边落 对 传好 王生超补过来啊 李磊这球呢 他想传一个倒三角的方向 但是王生超刚才防守动作非常合理啊 覆盖面积比较大 张细哲 张细哲转过身来 又是王生超 song 走 走 acz 快速出现了 冬奖 穿中 穿好 先赢得一个脚球 嗯 先赢得一个脚球 上岗这边的吕文君是受伤 可能至少要到七月份才能输出 石科也受伤 也学习了几场名赛 而国安这边呢 调诚侯森都是有伤 但是没办法处伤 张希哲算是提前输出 不要丢 别拉别拉起诉了 还是给到别拉 哎呀这个球 因为传的必须得加力 这球传下了以后 打到李可腿上李可没法停 上岗的反击也是出现了失误 埃尔克森和霍尔克两人 没想到一条线上 但是 刚才其实对手这种反击的机会 还是非常好 王刚好像又不行了 其实王刚啊 在主场打河南那场比赛里面 受伤受伤之后呢 他的状态确实跟之前相比 有点判若两人 其实那次受伤对于王刚的影响 还是挺大 还是挺大 对因为像王刚这种球员的这种特点 跟能力啊 其实可能就是肌肉拉伤 对于他的影响非常非常大 对 因为必定是靠这种爆发力跟身体 对球员 他得需要这种 这种肌肉足够的健康 对 这刚才奥斯卡打进的那个球啊 这球确实是打得很漂亮 但是从这个球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国安队在防守端 连续几个环节出现了瑕疵 这球托尔克抢下来 并没谈犯规 但这一下回场是犯规 连拉 连拉也是被裁判员口头警告 托尔克呢 一向是在比赛当中 会对裁判喋喋不休的 但就是不知道这个马修康格 40岁的马修康格是否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一点先保护下来 先简单一点 对 折射牌再推到边路 余大宝 这李磊这里 好的 转过身来 这个直传啊 对手 今天我们这个阵型 刚才我们说了 我们是一个单前锋的阵型 只有一个张宇宁是中锋 那么对方排出的是一个三中位 对吧 三个中位防张宇宁的一个点 给他的这种直传球 不管是身前身后 他都很难摆脱对方三个中位的中场 对 所以我们就是进攻真的需要拉开宽度 对 我们需要宽度 所以上半场这是我们做的最不够的地方 这也是我们目前比分落后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我相信施密特一定会在中场有所改变和布置 那上半时的比分是1比0 主场作战的上海上岗领先 上半场双方进行的都非常的精彩 发布出了高水平 让我们期待了更精彩的下半场 好了 下半场比赛已经正式开始 随着马修康格的一声哨响 下半场火焰队从电视画面的主侧向右侧来推 没有犯规 这边对手 飞前挑战 他球偏了 埃尔克森 埃尔克森这一下的领处过人都非常漂亮 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对手这种冲击力靠外援强力和人能力的冲击力 对于我们的防守还是构成了巨大的威胁 我应该说这个机会应该上场是非常好的机会 我一上来大家可能需要精力在集中一些 所有人得兴奋起来 金明载啊 对这个球特别对于埃尔克森的能力 他在判断上还是有一些扣打 我们得打出节奏来 尽管很累 王刚 王刚的空切 下半场果然的我们看到了 也先不着急 对 埃尔克在这一侧呢 也跟王刚形成了两拨的进攻梯队 我看有没有转移 确实在上半场我们也是进攻宽总拿的不开 这种传终啊 都是无效 还有 这个球其实可以分下边的 对我们不能说一味的往中间那种二打一 因为毕竟我们现在的对手 首先我们是客场 而且我们的对手是排名在第二位的 所以他的能力是足够能体现出来的 对 虽然我们领先了五个积分啊 但是上海上岗 其实在前十分比赛里面也只输了一场比赛 对而且这也是去年的联赛冠军 有点小机会啊 这个球呢张云宁做的没问题啊 他看到啊 古斯托了 对分边 转移 再转移回去 进攻端离可的位置明显更深了 好球 不能太小 好 好 这让我们做本本场比赛的第三次 左脚打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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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拉 球还是在脚下 非常强的个人能力 做传 先把球传出去 拉开 我知道 面对的这个上海上岗 每一个人的个人能力 是非常强的 这球在中间很难做出效果 我们看看李磊 其实已经在边路了 还是得打边路 能不能一过一 王刚 左脚的大门有折射 这球应该是一个角球 其实在上半时 上海上岗 四次射门里面 只有一次命中目标 在北京官队 五次射门 没有命中目标的射门 嗯 看这个脚球 机会 这个球先进行 对 先别举手 先不要举手 先进行 如果威尔存在啊 先别举手 说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时候一定要站住位置 好的 王刚 走的还在你前前把球拿到 看看威尔有没有介入 这场比赛的维尔是王靖 看样子到现在还没有 直接也就打门 其实团队今天呢 所有的射门都是在禁区外来完成 再看刚才这个脚球 哦 看看于海的这个 于海的左手 哦 这打完了再往后背 对 确实是打到手上 但是不是明显张开啊 我想这个球杯 而是应该查看的啊 但是很显然 王靖认为这个球 还够不上禁区里的手术反规 给他压力 防守上的侵略性 我们应该更强悍一点 其实现在国安队呢 在客场作战 但是控轴率上依然 还是有明显的优势 这可能也并不是上岗 在跟国安作战的时候 追求的一个数据 对 我看要的是我反击当中的效果 这上岗为什么踢主场的时候 反而他的丢球多呢 就是因为他后防的这种 给对手的空间可能会更大 对 走的 走的 还发现没有出球点呢 这球 没办法 发往快速的进走 好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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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把球阻断 迅速拉开 对 他已经自己斜向带球 嗯 他说胖确实扫荡能力很强 而且我们看对手啊 退防得非常快 中路密集防守有五个人 再加上两个后腰 就两个后腰和三中位 光在中路就是一个非常厚实的防守屏障 嗯 两个边位如果再收回来的话 果然想光从中路去打透对手 太难了 没有机会需要倒脚 很明显王刚这一侧呢 离谱 在下面是靠过来的比较多 开的分别 对 一过一 对手已经识破了啊 对 传好 这个传球的地图 对手已经有比较重点的兵方目标 嗯 刚刚的传众知道了一个脚球 只要你能够有这种边路高质量的这种传中 嗯 就一定会有机会 对 就出连线 这球扭不过身体来了 对 其实张晓宁上半场打的也很不好 刚才我们说过了 他是单独箭头的总统 他面对的是三中卫的防守 对应该说 你不管是往哪个方向跑啊 对 基本盯人都会跟着你 而且作为前锋来说 为什么难就是他基本都是 呃背冲进攻方向 而且经常是一手打的 对 那张晓宁在进去里得到球 回错 赤中国啊 赤中国啊 赤中国 直赛的时候没有办法 王刚的速度 对球 他表开始吹掉了 确实放飞了 但我们看啊 其实 赤中国刚才拿球也是在希望能 都中路这种二打一 对 但是现在的效果是非常不好 不是 不能 和王刚这个球呢 连球代人传到了 福尔克上 需要有一点这样的硬度出来 和好可还没有起来 而且如果王刚这球如果不犯规啊 可能对于上岗来说 也很好的一个进攻击反击机会 所以我觉得这种中前场 这种犯规呢 我觉得也非常值得 不是和上个赛季 成为上海上岗的队长 并且一队长的身份 带领球队拿到了中超联赛的冠军 在上个赛季当中呢 他出场27场打进13个球 助攻了12次 可以说是上海上岗拿到冠军 巨功至尾的球员 应该问题不大 我第一次看胡尔克比赛的时候 应该就是跟随国安队 当时帕杰克带我们去带葡萄牙 当时看他们比赛 当时觉得这个12号这么好 就是身体速度力量 各项数值可能都是百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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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掌位的一次反归 博尔克那个时候 效率于普达亚的博尔图队 后来呢 去到俄超的胜比套德尼特 当时他在博尔图的时候 还不是巴西的国脚 当时觉得这么 踢得这么好的球员 都进不了博尔德 14年世界杯是国外队的助力球员 还是太小了 虽然可能奥古斯多跟别拉 可能相互之间还是比较信任 但是必定我觉得两个人 他只是一条线 如果你变成三个人 在这种传递的话 他就是一个面 完全是不一样 传好 别撸 叫球 魏震把球破坏出了第一线 对上岗现在呢 确实是收回去打缓击了 二点 有了 球进了 球进了 没有约位 对 余大宝 哇 这个球呢 本来被对方破坏出来的一个定位球 外围的一条凌空抽射 是持中国吧 然后在中间这个球的运行线路上碰到了余大宝把球打进 你看看啊 哦 没有 没有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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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六马线上 余大宝非常激进 这条抽射本身已经是非常够质量了 余大宝呢 看到了球的线路和严峻林的扑救方向 非常聪明的在零点几秒之内做出了最正确的选择 然后把球甩进了对手的球门 在关键时刻啊 就是我们大宝站了出来 余大宝在上 对 在您刚刚要说啊 其实在联赛当中已经是两场连续进球了 对上一轮打天海的比赛也是在非常困难的局面之下 余大宝作为中后卫前插到进区里面 凌空抽射 左脚把球打进 而且入卷了上一轮的 是上一轮的最佳进球 其实作为严峻林来说 这种变相球啊 是最难的 这个守门员完全没办 对吧 当时球进了 咱们两个可能还在迟一会 或是越位 从回放来看 这个球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没有任何越位 哦 所以我们持续的 非常聪明 对非常聪明 持续的进攻还是给对手 带来了麻烦 其实这个进球之前啊 也是脚球形成的威胁 在脚球之前呢 也是从通过李磊下地传中造成的脚球 对 所以我如果我们能够能够拉开宽度 就一定会有机会 我们两个边后卫能力是够的 嗯 对这球打完之后上岗必须还得压实 这个我相信对国安应该是有利的 好说邹德海 这个非常有威胁的一个直接攻门啊 以为他要传球 但没想到奥斯卡直接射门掉向远角 这个定位球 这是发的质量非常高 世界级的表现 转化成了一个脚球 虞大宝 投球结尾出来 五出一二点 嗯 进去内找人 好球 好球 随着虞大宝打进一球之后 整个国安队好像状态也兴奋起来了啊 这是我们想要看到的 这是我们期待看到的 哎 我做的台 台球出现了失误 好球 中和国安扳平了比分以后啊 这种客场选择之后 来自北京的球迷也是非常兴奋 其实在现在上海体育场内啊 我唯一能够封得清楚来自坎坎上的声音 就是来自北京国安球迷的声音 但是上岗现在必须要强攻 这个我们要有心理准备 哦小心 对对手的中路配合好的 还有四加一哎 对手外援能力是超强的啊 但是我们防守上做好充分的准备 也没有问题 我们有一个队员躺在啊 虞大宝大宝 虞大宝躺在了法车是线外面 当时应该是被踩到了 对 这下看来是踩的不轻了 在上个赛季两队那么多次交手当中啊 分别有各自的五名球员 分别打进了对手五个球 每个队都是进对手五个球啊 这一下 非常聪明 这球反应非常快 对其实中国这个球呢已经打得非常好 但是以前俊玲的伸手啊 呃有可能是被他扑出来对是不是 所以虞大宝这一下呢非常非常重要 而且虞大宝进球之后冲着一个摄像机的镜头做出了亲吻动作 这是当年呃 吉拉德在老特拉夫德进球以后做出的动作 这也是虞大宝在本赛季中超联赛当中打进的第三例进球 前两例进球都非常关键 上一场比赛对天海是打开胜利之门 再之前的一例进球是客场队人和的北京得比 打进了全场唯一的进球 直接为球队带来三分 但是作为后卫来说 应该是三连赛当中进球数应该算最多的 对 处理球还是要小心 好的 先不要丢 对 因为必定现在人数上我们现在略是 嘉宇年好球 对 好的 对我们需要这种穿球的节奏 刚刚这球稍微有点想当然了 当然没关系 我们来压迫对手 好的 早就判断好了要销给霍尔克 就不要一味的往这种直线往中间塞 还是金民哉 接下来吃中国 吃中国 金民哉已经刚才把霍尔克扛的 已经失去重心和速度了 所以吃中国才能断下侯尔克的球 双方谁都不会甘心平局 接下来才会是好戏 没有阅位 没有阅位 中路的包抄人数太少了 只有李奎一个人 所以对方有三个中位 张云宁这球没法传 应该吹越位了 本场比赛的第一主力裁判 已经举其示意越位 好臭 好臣 三位趴已经投入到进攻单中了 这次在进攻上加了一个人手啊 要知道在比分领先的时候 蔡远康是不可能来到这个位置 因为蔡远康在这支球队 还是在过亚队 基本都是那种防守线的后队 华晨超在做到边路 霍尔克 哎呦右脚啊 右脚是顺着底线把球兜过来 右脚传中也 霍尔克非常少见的 对 确实他也没有线路了 证明我们防守做的 对王刚这边 王刚拉开 不要好球 好球可以啊 就差了一点点啊 对对对 但线路跟整体的配合都没有问题 对对 而且同时我们要注意的是 像刚才那种 让对方把我们压制的很深的局面 要几点少的出现 要避免那样的情况 我们还是要用我们擅长的比赛方式来比赛 但是整体的这种后方线不能推到禁区里 对 在这前面这一个小时的比赛里面 国安队的控球率是明显要高出对手的 达到57%以上 注意二连 走 我跟裁判撞到一起 因为当时国安是在控球 所以上岗的也是直接把球替还给了国安队 要注意啊 后场 刚刚这回座球的力量比较大于大宝 这个结尾直接是出了电线 其实奥斯卡已经失去对球的控制了 这时候要特别注意自己的动作 奥斯卡其实就等着你这个犯规这一下 对 这一下再冷静一点呢 这球权就是我们的了 而现在球权又转回给上岗 还是一个在京东山区里的一个任意球 注意前点 这个球的落点真是太刁了 所以 所以说奥斯卡 首先看啊 奥布斯多已经上来了 战术 战术交球 没有了 在一个单向技术统计当中呢 在前十轮中超 出球次数最多的是北京关的奥布斯多 排在第三的是比埃拉 简单一点 这个球被断了 奥斯卡 看到了从当张卫靠近他靠近他 好球 离可 当然我们说从出球次数来说呢 最多的是奥布斯多 第三位是比埃拉 那排在第二的是谁呢 就是奥斯卡 上海上岗并不是一个打全控的球队 但是奥斯卡的这个出去充分说明 他在这支球队他是绝对的核心 是打倒 应该算是中前场那种绝对的核心 对 这个时候 张卫一下 以上龙上了 撤掉一个后卫 换上一个前锋 也是说明 上个非常有想法 李生龙 此前也有过非常出色的表现 在本赛季的中超联赛当中取得过进球的 来 这球上面认为没有犯规 直接打门 球高了 看王晨超现在已经踢到了左边后卫的位置 也就是说上岗应该是踢4-3-2的阵型了 啊 那么或者是4-3-3 我们一会儿再看哈 王晨超平移到了刚才张卫打的左边一位的位置 现在到底是四后位还是三中位 但是好像李生龙也在右路 等于李生龙上来以后打右边的一位 而王晨超打左边的一位 哦 他的整体的阵型可能没有变 没变 整体阵型没有变 只是人员上做出了一个换位调整 李生龙呢 其实他应该是一个中前场的一个球员 更多是打到边风的位置 那现在把他拍到这个位置上 用这个进攻方面更有特色的他 这个意图也是很明显 对 而且上一场对卫山前代的时候 李生龙是首发出场 对 也是打的这种前场的球员 我们得把中场的这个优势啊 再重新拿回来 现在中场有点被动 我们也要换人了 侯永永已经来到了换人区 就是李磊 不能完全控球的情况下 跟对手有一个身体接触 他认为这球持中国犯规 看侯永永上应该换一下 换张熙哲 侯永永要换一下张熙哲 张熙哲确实这个伤都完全好 因为预估的是当时是三周啊 对一周应该还不满一周 对不满一周 看阵型会不会有电话 你看佩雷拉其实换一下左边后卫张卫 让王晨超踢到左边后卫来 可能也许是对他的左路的防守 不是很满意 这一下还是在定位球上出了问题啊 还是在定位球上出了问题 蔡惠康 蔡惠康强点 攻破了国安队的球门 应该说这个定位球完全是精力不集中了 对 这个精力不集中这代价是非常沉重的 这个点发得真好啊 对78分钟 但是确实我们这个盯人空了 所以蔡惠康的不断插上 最终还是让我们在防守上松动 对 而且这种侧面定位球的话 你无论是盯人防守还是区域防守 我们这一块都空了 对 所以在78分钟这么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进球 按照上海上纲出的非常有力的一个位置上 对 只有两万三千多人来到了比赛的现场 不过这已经超出了上岗了 那这个赛季中超的这个红军上座领 嗯 但是我觉得现在必定是落后啊 其实没必要前锋换前锋 就是完全可以从中前场 中场换下一名球员 或者我能改一个三后卫 对应该其实也现在其实完全可以把大宝调到前面了 因为你平时可能有U23的政策 所以主战来的时候可能对有时候对年轻队员不是很放心啊 所以你可能有些阵型就是捉紧见肘 但是我觉得现在这种情况是完全可以有变化 因为有没有任何证下来的时候 好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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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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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架 中文字 中文字架 中文字 中文字架